那以佛法的观点呢 你小孩常受霸凌 你想保护他 你自己就是要做一个 常常爱护有情 利益有情的人 用这样的功德来福音自己的子女 这个小孩子 他直接受到他的祖先 跟他父母亲的福音 当然了 祖先父母亲如果造业 也会获颜子孙 形成贡业 所以你能结婚 你能生小孩 你能养他 你也能教他 让这子女求学能够顺利 多为他去做一些 祝印佛经 戒杀户生的功德 回向给小孩 这小孩在学校 有的时候啊 情绪会变得很不好 不敢上学 忽然被欺负了 不敢讲 或遇到了什么委屈 他的个性啊 就封闭扭曲 你看我们很多的成年人 现在除了社会工作 或者成家立业 结婚了 才发现他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有忧郁 躁郁 等抑郁症 相关的症候群 为什么呢 他在幼年 或求学的过程中啊 有受到一个委屈 逆境 这个心结没有打开 可能被异性啊 无情的拒绝过 可能被 很多人一起嘲讽过 可能被老师当众 责罚 伤了自尊心 可能被同学恶作剧 给他当众 出丑过 家长有神通的话 都还得打坐呢 还不一定发现得了了 那就靠佛菩萨来保佑 就靠这小孩有福 为什么啊 因为你修福给他 你多给他注印佛经 应善数开智慧